经衡委专栏,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共建党一百年,建国七十年,又怎样呢? 民主体制下,政党之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政府之长长短短,短短长长,寻常事体,无啥稀奇 中国党庆,国庆之特别触目惊心 是因为没有合法性的中国政权 已成为破坏全球文明的邪恶力量 中共能不能撑下去?撑多久? 全球关注的重点在此 以两大国际媒体的报道为例 BBC与纽约时报同时发表了完全对反的不同预测 BBC访问并报道 中国政变的作者盖斯德,Roger Garside 他曾任英国外交官 在观察中国政情达63年后做圣思熟虑后的断言 中共精英策划的政变将推动中国和平过渡到民主体制 老实说,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即使真有政变,习大大下台了 上来的一定会走向民主 恐怕不然 盖斯德秉持的是自由主义乐观的思维,认为自由 民主是普世价值 美国思想史家史华茨 强调 中国2000年来除了王权此一深层结构的存在外 没有任何替代品 习近平要成为毛泽东第二 做毛泽东的龙鱼 1943年11月底 在延安的一个会上 周恩来向毛自我检讨 突然下跪连声说 我认罪 我认罪 毛立生斥责 你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 周回应 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从毛看习 不正是一群奴仆跪在习皇帝脚下 奴仆怎敢政变 今天出得了林彪 与盖斯德对立看法的事发表在 纽石上的恋以真专文 中共一百岁了还会活得更久 恋是香港 信报 前副总编 土生香港人 参与香港民主运动后被迫远走日本 他站在第一线亲历中共弹压香港的厉害 他批评西方那些指中共会灭亡的人 是大错特错 中共为了保持对14亿人口的控制和有效统治 采用古老但高科技化的盯人系统 中国人 尤其汉人 早习惯了这种监控系统 少说已被盯了2000年 其实中国人岂只被盯惯了 从来就是生活在皇恩浩荡的统治下 毛皇帝之后有邓皇帝 邓皇帝后有习皇帝 中国人已经忍受了2000年了 继续再忍受下去 有差吗 生活还是要过下去 去年7月美国国务卿旁皮欧演说 呼吁中国人民改变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立即回应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到了今年7月1日 习近平再次强力反击 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对立起来的企图 都是不会得逞的 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 14多亿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人民日报 署名文章综合习近平的话语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不燃脸 香港就是活生生百的眼前例子 看着黎智英赤裸裸的家毁业破人球 共产党不答应 中国人敢表态 一如史华茨的提问 中国千百年来为什么受苦于权力毫无节制的结构而不挑战 这个大灾问 今天更适用 中国人谁敢呛声 了不起是消极不合作的碎形躺平主义而已 中共最近对付加密数位货币 一位云南经营商刘洪峰一句话 在中国你不会与共产党对着干 这就是答案 作者金恒伟为政治评论者 This URL